在很多人眼中 真知都是女孩子的事情 特别是年纪大的阿姨 而最近 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小哥 只有因为一张真知的照片火片网路 下面就一起去看看 居住在布鲁克林的Louis Boria 每天上下班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地铁 想比每天浪费掉这些时间 他决定做手工真知 不过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 随着Louis放下了这些想法 安心地做自己喜欢的时候 人们不仅没有取笑他 还主动上前和他聊天 表示称赞 没想到Louis这个打发时间的爱好 就这样坚持了十年 直到前美国好歌声参赛选手 Franchi Davis看到后 安自惊叹时拍下照片并传到了Facebook 令Louis一夜爆红 收获一堆粉丝以及真知品订单 手工真知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手工艺 随着工业时代的兴起已经逐渐落寞 Louis和纽约市公共学校系统合作 为孩子们提供真知课程 虽然这支毛线很容易开始 但也很容易犯错 Louis则是鼓励人们 拥抱错误才能有所提高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学习 是在做这些错误 和学习从这些错误 这就是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针组手 Louis表示通过计算如何真知 能提高人们的数学水平 变得更有条理 而在专注的穿针引线中 可以放下一切烦恼 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未来他希望能在布鲁克林 开一家真知咖啡店 人们可以来上一杯咖啡 轻松地学习真知 这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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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我